大家好 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打三級土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旁邊有一個土地 Lv.3的土地 那就看我的層次 我兩個戰力分別是1200跟1000 那打他雖然是危險 但我可以用兩隊補偽刀的方法打 我先派出病例比較高1200的草草去打這一塊三級土地 那我們就在這邊稍等一下 就稍等他一分鐘等等啦 好在這一分鐘的同時我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大贏中軍跟前鋒他們是有距離的 大贏跟中軍是距離1 中軍跟前鋒是距離1 所以如果我們的前鋒要打對面的前鋒距離要是1 我們中軍要打到對面的前鋒距離要是2 我們的大贏要打到對面的前鋒距離至少是3 所以要記得大贏一定要放距離3的武將 如果不是的話只放距離2 那開打的時候他只會在原地發呆他不會幫忙打 好那我們在這邊再等最後的40秒 我們在這邊等了40秒40秒 好那重點就是我們第一波對戰的時候一定要打到平手 可能你們現在只有看到勝利跟失敗 那是因為差距很明顯 但是其實還有平手的狀況 好 呃 就等一下吧 OK好1秒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現在平手了 這個就是平手的狀況 平手的時候會有5分鐘的冷卻時間 在這5分鐘的時間內我可以再出第二軍 那時候我就出我的第二軍 然後到的時候第二軍會把剩餘的兵打死 那我就不用再打第三戰 我們來看第一戰為什麼平局 可以看到我們大贏的曹操沒有死 然後他們的離點也沒有死 兩邊的戰力都只剩一點點 但是我只剩220兵力 他還有303兵力 所以我有可能會死 但是我現在派第二軍去打 他就可以打剩下303兵力 我就保證獲勝 在這邊稍等一下 好特別跟大家講就是我們萌的目標 會在短期內一週之內 現在要先打出 我要先去打成 就是大家先把自己練到可以打到Lv4的支援的土地 那我們一開始會去找Lv3的週幅去打 就是工程的意思 這些程是沒有 不是什麼萌的 是這個地圖上本來就有的支援 那打下這些程我們的萌就會就會強 支援就自然會多 那現在距離我們最近的是星野這一塊土地 他是一個四級程 如果說要直接打四級程也不是不行 但是這個難度我們要再判斷一下 基本上我還是會找Lv3的程來打 那我會先開路出來給大家 到那邊再見 大家再跑到那邊見要塞 我們再來打成 那至於要塞怎麼見 然後我們要怎麼打 之後都會再教大家 OK好我們可以看到 劉玉他已經打完了 這一塊土地已經是我們的 我可以掃蕩跟吞鐵 但是曹操還在戰鬥 我可以撤退 因為他還在那個戰鬥冷卻時間 我就撤退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用比較 比較低的兵力打到三級的土地 好介紹就到這邊啦 好希望大家趕快去擴張自己的領土吧 拜拜